用走光来强劲的女明星 被称为性感小野蛮的炫崖 在演唱会跳舞时 竟然对着观众聊起裙子 多少有些让人措手不及了 更大胆的是 另一场演唱会中 更是直接掀起上衣 露出里面的内衣 不得不说 还是韩国艺人开放啊 李诗华在TVB台庆时 为观众演奏一首钢琴曲 可是本来一本正经的李诗华 突然就开始放飞自我 不仅满脸享受的样子 就连腿也拍上了用场 最后甚至还大胆地将腿高高抬起 这豪放的姿势 看得观众目瞪口袋 唱片一度十分尴尬 喝醉出席甘蛋红短时 身穿一身鱼尾透视装 除了胸部有遮挡之外 裙下傲人的模特肖长腿若隐若现 全身上下几乎全都暴露在镜头下 只是一只黑色网纱上贴满了亮钻 却给人一种十分廉价的感觉 强劲不成还降低了身段 袁立走红毯时 凭借一袭透视镂空群一战成名 没有内搭的力群 甚至能够看得清楚里面的内裤 而袁立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上了红毯中央 就差把强劲卸在了脸上 不过后来 袁立在接受采访时却说 自己是因为太着急 所以才忘记穿内搭了 只不过这套说法却没几个人相信 孙飞飞和主持人一起出席红毯 结果却在拍完照后 主持人踩到孙飞飞裙摆 导致孙飞的衣服直接滑落 里面的衣也暴露在镜头面前 但是孙飞飞却是直接愣在原地 甚至还将手举到了两边 仿佛是故意设计的一场戏一样 直到经纪人拿着衣服上来 孙飞飞这才抱紧衣服 匆匆下台 明显也逃不过双衫魔咒 举精英走红毯 凭借一身墨绿色两片云尾裙 成为全网焦点 尤其是她纤细的腰身 让主持人都直呼羡慕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举精英身高太过矮小 就算穿了恨天高 也能看出身高的短板 而这件礼服被毛俊杰穿上的时候 高挑的身姿将礼服颤抖得更加完美 不少网友直呼 原来这件礼服是可以露脚的 海陆出席红毯时 一起和一天鹅礼服展现完美气质 没想到张亦凡在出席活动时 也穿了这件礼服 高挑的身姿加上完美的天鹅镜 谁输谁赢一眼就看出来了 白陆出席红毯 身穿大块熟腰格子裙 整体看上去简约大气 小的是唐一新也穿过这套礼服 和白陆不同的是 唐一新搭配了一套价值不菲的首饰 更显得贵气十足 两人同框 白陆优雅 唐一新甜美 各有各的特点 松一人出席活动时 身穿亮片礼服出场 而热巴也同样穿过这件礼服 两人对别不要太惨烈 妥妥的买家秀与卖家秀 妮妮身穿黑色调的长裙走红毯 礼服镂空的设计 将她身材恰到好处的展现无遗 整个人性感又高级 而香港女星张希文也穿过同款礼服 身材丰满的她 搬礼服穿出别样的感觉 和妮妮完全是两种气质 柳妍在出席活动时 身穿黑色天鹅绒吊带裙 一出场就碾压所有人 审威设计大修视线 恋恋出席史上巴沙活动时 也穿着这款礼服 干练的短发 加上凹凸有质的身材 两人就算同框也不相上下 主办方骚操作 明星如何应对呢 某场红毯上 主办方邀请一米八二的李思宇 担任主持 作为超模的李思宇 站在各明星旁边 直接抢占了所有女星的风头 郭采吉上场时还是帅气十足 但站在李思宇旁边后 秒变小矮人 气场全舞 还要仰着头与主持人说话 场面看着都让人尴尬 杨敏出席活动时 本来天气就冷 主办方还弄了一个非常高的楼梯 让明星们从楼梯上走下来 这可就苦了穿高跟鞋的女星了 只能一边扶着楼梯 一边小心翼翼的试探着往下下 可杨敏克的部里会这些 直接从员工通道走到主会场 不得不说 大秘密就是霸气 乌磊出席宝格丽活动时 主持人却对着他迷惑发言 而且你知道吗 林蛇在我们意大利的文化当中 它代表着力量和守护 乌磊立马反应过来 一顿高情商发言成功闭坑 我觉得我们 因为蛇在我们中国文化里 就是也是非常吉祥的 所以说能戴上这条项链 我也是非常开心 想给吴磊挖坑 乃是想都别想 李振宁首要参加活动 没想到的是 进入后场区 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最后只能尴尬离开场地 这操作 主办方一眼是没学了 王一博出去红毯时 主办方要求他与赞助商汽车合照 可王一博身上 还有其他精品汽车代言 怎么能入了主办方的院呢 直接一路小跑 跑到排射区才停下来 不给李一点机会 第二次走红毯 王一博目不斜视 走得飞快 旁边的大鹏都要小跑才能跟上 为了自己身上的代言 王一博可是操死了心啊